希望做一个资料更新 不过我建议你干脆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范例 而且我建议干脆把它分开 不然的话会太多了 我们就需求很简单 这个我先Save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再另外再开一个 这个把它关掉一下 我们第一个先把之前练习的范例 我们的范例单元05这个 然后首先的话 我们这个是上个礼拜做 这个今天存档 另外的话我们原始档在这里 2016年的4月30这一个 我们用这一个好了 它的副档名 检视一下 检视它的副档名 它的副档名应该是XLSXX 我们上个礼拜存档 因为里面有写预约 所以存成立存是XLSM OK 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一个 我们又用原来的这个档 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就是说如果每一次 你需要跟伺服端做一个资料同步 比如说目前的资料量 控制向下 总共是2500笔 那未来可能资料会增加或减少 目前大家如果你在作业的刚开始 如果说你的资料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那有时候你做了之后 将来要再跟别人做资料 再同步很麻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你又有一些旧资料 那你又从旧资料产生新资料 那有新有旧最后怎么办 那还要再比对太麻烦了 所以怎么办呢 干脆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问到说 那我要怎么更新资料 也许我们这边可以产生一个按钮吧 将来有个按钮 按下资料更新资料的话 然后他会把这些资料 也许就把它先删掉 删掉之后再从什么 从其他地方 当然以前的话可能是一个database 可能是一个什么seql server oracle 或者myseql等等的 然后再从他的那个资料表里面 把资料叫过来 OK 但问题来了 这可能你要架设server 而且你可能要有权限 这个权限又不是在掌握你在手上 所以你要跟server端的mrx人员 你要跟他沟通 我要把资料放在那边 然后将来我要再从那边抓资料 如果你要再更新 你要再请他再开个权限给你 那是非常麻烦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后来我发现 其实如果你不要从database的话 那其实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从那个什么 云端就好了 有没有 那这个云端的话 当然有很多种云 现在有公有云 有私有云 那当然如果你们公司 这种资料 比较不牵涉到机密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放在公有云 比如像Google的 或者是什么 Apple的 有没有 或者是微软 有OneDrive 有没有一堆 那他都可以提供给你什么 免费的去使用云端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data放在云端 我更新云端上面的试算表 或那个资料表好了 然后更新完之后 以后大家都去抓取 那个资料来同步就好了 那这样就单纯了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其实其他还有像什么 阿玛容或者是其他的 像云端已经非常普遍了 甚至还有什么 File Base 云端之后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 如果我要简单一点的话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身边 第一个 应该大家都有用Google 应该一定会有Google账号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怎么 利用Google里面的什么 云端硬碟 应该都有 第二个的话 请你怎么样 干脆就先把云端硬碟打开 改向我这边云端好了 然后我就直接先在这边 也许新增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也许 应该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 也许 我这边就是 也许给它一个名称吧 我加一个TEMP 暂存档 暂存的资料夹 那我接下来 我可以打开它之后 把我的四算表丢上去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 我先产生一个 云端上面要有一个资料表 那我可以把它拖拉过来 或者你用上传也可以 不过特别注意 你在上传之前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检查一下上面的设定 有没有打勾 OK 那这个地方是建议 就要先把它打勾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它传上去就是Excel档 但如果你打勾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成Google四算表 那将来我们要做同步的话 要把它变成云端的四算表 就一定要先转换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先把它 一先在云端上面产生一个空白资料夹 二的话你就先打勾 再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当然你可以用拖拉 我先用拖拉 按右键你可以上传也可以 都可以 然后它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帮我把这一个四算表 特别注意 它是帮我把这个四算表 丢上去之后它要做转换 转换 这边的话是Excel的四算表 传上去因为我这边有打勾 所以它已经变成Google四算表 那是不是Google四算表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也可以试一下 我是建议这个不要做错的话 应该就OK了 因为我怕有些同学对这个不熟 会产生错 那最大的差别 你会办法图示 这个是Google的 刚好十字 那XX的话就Excel 那如果你把它点开来 如果长这样子 表示你没转换 那你可不可以再转换 可以再转换 不会很麻烦 那如果你有转换打开来 它就直接用Google打开了 Google四算表打开 差别在这里而已 OK 那你想说 那老师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资料来源 OK 跟别人同步 也就是说将来你当然会新增或删除资料 比如说我删除后面几笔资料 假设我删掉2490 那未来当然 会势必会少几笔 那你可爱端如果没有同步的话会产生错误 所以怎么办 所以这地方的话 第一步 一上传 二的话你可以利用Google四算表提供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个功能就是什么 你可以发布到网路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把这一些资料怎么样 把它发布到网路上面变成一个网页 或者变成一个网路的云端资料 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而且你说这个的好处在哪里 第一个你不用驾伺服器 它等同就是你有驾伺服器的功能 第二个你想说那稳定性好不好 其实我已经用了超过十年了 也没发生过任何问题 其实Google说在这部分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伺服器的数量 是以几百万来统计的 在什么爱华达州 地下的那个沙漠底下 它有几百万个伺服器 它互相备份 就真的比我们自己的伺服器还安全 所以倒不如 当然你会有隐私的问题 但尽量不要用它 OK 接下来上去之后的话 发布到网路 那特别注意 它这边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是不是要整份文件发布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的话 比如说我只要这个工作表 那我就改 用问题05 那我要发布成什么呢 其实它可以让你选 以前只能发布成网页 现在甚至可以发布成CSV 这个CSV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窦点隔开的 其实这两个都可以 那你想说 那如果发布出去之后的话 那我怎么跟康爱端去做同步 很简单 你将来你只要把发布出去的网址 写成写到哪里呢 写到VBA里面 它再去抓取就好了 那抓取的时候先把资料先删掉 然后我们就把它再抓一个新的放 放到我们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步 我们先产生一个网路来源 然后并且删掉几笔看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利用什么 发布到网路 档案里面有发布到 然后把这个工作表 我们干脆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网页或CSV 我们先试试看用网页好了 OK,按发布 那你发布之后 他问你说 是不是要确定发布 那你要按确定 确定 不过确定之前 底下还有个设定 这边有没有 内容有所变动的 这个预设是有打勾的 这不用改 除非说你如果不打勾的话 那表示你上面变工 你将来别人抓也是抓旧的 所以这一定要打 所以这不用 那最后的话 底下会提供给你什么 一个你的网址 那这个网址也说 它已经变成一个网页了 那这个网页你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或者前往按右键 我们前往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现在 就会是一个四串表的网页 然后呢 会开放在网路上 OK 所以如果 当然前提是 对方要知道你这个网址 他才有办法抓到这个资料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当然就没办法抓渠道 不过这么长一串 说真的要抓也不太容易 然后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网页了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来做一件事 待会就是回到Excel 我们可以先把旧资料先全部删掉 然后做什么呢 再把那个东西从网路上捞下 怎么捞呢 其实你可以利用资料里面的从Web 从Web它会出现什么 地址 那地址部分的话 我就可以把刚刚产生的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贴到这上面来 按一个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错 反正不管 你按确认 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网路上面的这个表格 让你显示出来 那你只要把它打个勾 按个贿路就可以了 他问你贿路到 贿路到哪里 所以你现在正在贿路 那就整个贿路 贿路到A1 按确认 OK 资料正在截取中 整个就全部下来了 但是 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要手动 那我们如果不要手动的话 你可以怎么 把刚刚这些动作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它录下来 变成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那 这个资料 待会你们练习的时候 我还蛮惬意 各位可以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再多删一些调 因为这两千多笔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下来了 大概也要一下下 所以将来如果它跑 可能要提示使用者说 正在下载当中 你可能要等待一下 资料尤其多的话 可能要下载更多 但是呢 你会发现多一些东西什么 这边可能多两列 这边可能A栏 有没有 所以呢 可能将来这两列要删掉 A栏要删掉 然后最后栏宽怎么样 要自动调整 这样子 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现在的话 先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 所以刚刚把它传上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范例呢 主要就是利用云端硬碟 提供把那个云端硬碟 拿来当云端资料雇用 那好处就是说 反正以后你的Data 全部都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Google上面 那好处就是说 反正你只要 这个发布之后的话 然后呢修改的权限 也目前因为是你的账号 所以也只有你可以去变动 但未来如果说呢 你希望给别人也有去修改的权限 你只要开放给几个人 比如说可能有权限的人不能全部 那Google这个试算表 它可以用共用的 也就是说你只限定几个人可以修改 那你就把它的Google账号加进来 它就可以修改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解决像以前我常听到有人就是说 公司内部常常要共用资料的时候 都要去抓什么 往方上面的那个Excel档 它常常会出现一些状况 我导建议你干脆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OK 试一下 这是更重要的 谢谢大家